大家好我是阿兰 这几天我发现连续有外地的陌生人到我们这个湖泊一直转 发现他们都是围绕着两个石头那里一直转 也不知道有什么目的 我们现在去看一看 这两个大石头就在我们湖泊的前面 走吧 看一下大石头就在前面了 现在我们这个湖泊水已经干固了 要等到长洪水 这个才会有水 有水就有鱼 大石头就这个地方 然后我们看一下 平时我们湖泊放水就有鱼 然后这地下河入口 看一下下面这里 下面平时鱼都是从这种地方出来的 这就是泉口一长洪水 这个泉口冒水很大 整个大石头下面全是水冒起来 然后鱼会跟着起来 下面是非常的宽 我们这个湖泊水 我们这个湖泊水长的时候啊 大概也是维持个三四个月左右 就这两个大石头 然后这边还有一个坑啊 看一下现在泥土已经陷下去了 这种地方都是地下而入口 看一下我身后就是我们这个湖泊 这里是一个小小的 然后那边那边是比较大的 平时我也来这里拍视频 抓鱼啊撒网啊都有 但是水维持的不够久 因为通往地下而的口口相当的多 但是鱼也多 现在我已经到石头这里了 就这个石头 他们在这里一直围绕着转 我们转过镜头看一看 看一下这个石头 长洪水的时候 从来没有再大的水 没有冒过这个石头上面 这石头到底有什么毒的 然后发现这个地方啊 这个石头是这个样子的 大家看出它有什么值钱的吗 它刚好好像有一条路过这里去 算不算是其实 它们来几天了 它们来几天了 我是看不出来它哪里有好 这石头 这石头看着虽然我们是看不出来它到底值不值钱 但是 别人可能看得出来啊 我就不知道 现在看一下 现在看一下我们村附近啊 这湖泊一直往下 现在春天开始了 好 然后这些草 长起来绿油油油的 这湖泊 这湖泊大概有 一百多亩吧 下面就比较宽了 下面就很宽 那下面就很宽 我就不走下去了 好 现在就回去了 天怪黑了 今天视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了 感谢大家观看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拜拜 拜拜 拜拜